台北電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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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亞洲最大 全球第二大資通訊專業展覽 今天的現場 有來自 26 個國家的業者 齊聚一堂非常歡迎大家來到台灣 台灣向世界 向全世界提供了最先進的半導體產業技術 並且在晶圓代工 印刷電路板 衛星定位 以及數位機上核等項目 產值都是世界第一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 在全球供應鏈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同時也跟著時代的趨勢 不斷地精進發展 就像最近的回答 也就是 NVIDIA 的黃仁勳創辦人不斷地強調 未來十年的產業發展 每一步都有 AI 的元素 這是從基礎開始創新 革新的時代 透過 AI 跟數位模擬 可以過去難以想像的運算能力和速度 將成為可能 未來 產業的轉型和製造模式 也將會使用更即時 更靈活的方式 來收集 分級數據 調整製程 帶動產業的創新升級 這樣的概念 也從我們目前推動的產業 數月化 智慧化的方向 更往前推進 這是我們的五加二產業創新計畫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更是臺灣產業要向前走的重要基石 臺灣在高科技產業方面的技術實力 以及對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努力 不僅是世界有目共睹 也是讓臺灣成為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 尤其是面對威權主義擴張 民主國家之間團結合作 共同打造更安全 更具任性的供應鏈 更是我們刻不容緩的議題 上週 臺美雙方也已經共同宣布 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的內容 這是我們臺灣 臺灣跟美國自1979年以來 最全面性的貿易協定 不只讓臺美經濟關係邁向新的里程碑 也讓臺灣和主要貿易國家洽簽貿協定 跨出重要的一步 臺灣除了有領先全球的技術競爭力 還有能讓國際信任的民主治理 我們會發揮民主的價值 和理念相近的夥伴合作 促進全球科技產業的發展 最後 我要感謝外貿協會及電腦工會的努力 今年的展覽聚焦了六大主題 包括高效運算和智慧應用 都是世界關注的發展趨勢 相信透過這場展覽 臺灣能夠持續深化國際鏈結 也向世界展現臺灣在資通及科技產業的實力 未來 政府和民間會持續合作 維持產業發展的動能 打造更具任性的經濟和產業 讓臺灣在全球供應鏈中持續發揮影響力 在全球供應用 4月1日 我們在全球方向監視 我們在全球方向監視 順利